也有放另外一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是 就是 某一位 谁是上课同学 他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问题还蛮不错的 我是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其他补充范例 入门的部分 入门里面有一个练习题 就是 你可以找一下 叫做 那个字串切割 一样用MID函数跟FY函数 那这个题目的话 在这里 答案在这里 OK 那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打开来 它就长这样 有兴趣的同学 就是 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他主要每天要处理什么 储存格里面 因为他也是从网络上 自己捞资料下来 可是捞下来的资料呢 就是原始码 那他只需要原始码里面的什么呢 就是这一串 中瓜湖里面的这一串 他希望把这一串怎么样 放在B栏里面 那你有什么方式 有没有 这每一个都有超连结 有超连结 对不对 那他的工作其实还 每天处理 光处理这些都处理不完 他这600多笔的资料 那这个当然 如果你用人工来处理 哇不得了了 OK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自串的切割 那一样 基本上这个做法 应该可以用我们刚刚的方法 就用φ函数加μ的函数 就可以切出来 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它里面的超连结 不是只有一个 有没有发现 第六列 这边有没有 这边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如果你用刚刚的函数 φ加μ的 哇 那会有问题 你第二个或第三个或第四个 你会切不到 哇那怎么办 这时候你可能在 后面还在加φ之后继续再φ 迟到找不到为止 哇 那这个里面可能用内建函数 来处理 就会是很麻烦 除非你会用正列 就是那个 内建函数里面有正列 但是这个正列来处理 会非常非常复杂 OK 所以 像这种部分 可能还是用VBA来处理 会是最好的 用VBA来处理 它会自己去跑 直到找不到为止 那解答 在云端上都有 我想这个因为有点进阶 所以给各位一些 这个方向 那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到云端上看一下 都会有答案在这里 真是吗 OK 里面的话一样 我是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外户就是用那个 用这里面 公式在这里 一二三 OK 但是这只能切 只能切出一个 我是切前面装瓜糊 然后呢 再来就是切 切后面的 然后切后面 切后面的话呢 就是用那个 可能其他 Effail的方法 然后其他 这个是找不到 第二个 可是太复杂了 第二个还可以 第三个就会太复杂了 那所以呢 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VBA来处理 那VBA一样 我是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那也这边有个Sub 所以按下去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但是如果你只切一个一次的话 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切一个 所有的超连结 这个部分 难度就突然暴增了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会需要一个什么呢 DoFile回圈 这个DoFile意思就是 一直找 找不到为止 找不到 再停下来 OK 如果找到的话 继续找 意思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很多个超连结 反正你就帮我一直找 找到 放过去 找到放过去 OK 那这个仅供参考 如果你程度还不到 那也许你可以留着 之后慢慢去体会 那DoFile回圈 其实用到的几率 谁还蛮高的 后面还会 也许我们有机会再提到 这边给各位参考 好 这个是额外的补充说明 那再来我们回到 我们刚刚这一题 VBA部分 所以请各位 一 先把原来的工作表 复制一个 取名 改名称叫VBA 那怎么复制比较快 其实我习惯是拖拉过来 按Ctrl键 有没有 换过来 就多一个 那把这边改成叫VBA 这名称改VBA OK 好换一个 那我们要做 基本上 这个VBA 这个可以删掉 因为VBA不需要这些东西 那我们基本上 可以拆成 也是几个阶段 第一个 跟上个礼拜一样 先做按钮好了 然后再做 制定函数 那按钮 你要做按钮之前 你要先把 你的那个程序 先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再增加按钮 所以基本上 那个流程是这样 按钮先不要做 那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 一样是开发人员 所以先开发人员打开 VBA 点击开来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说 在模组 不过因为我刚刚已经加了一个模组 基本上你们打开这个模组是不存在的 那我要怎么去 把这个模组给加进来 因为还记得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只需要一个就好了 因为目前 我想你们暂时只需要一个 因为还没那么复杂 除非你将来写了很多 很复杂的程式 那你可以用模组来分类 好 那插入一个模组之后的话 那也许我第一个我会先撰写清除好了 那清除怎么清除会比较简单 基本上当然就是 第一个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清除 把清除两个字先打上去 OK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 中间这个区块 有没有 Public的一个Sub 名称叫清除 OK 那清除什么呢 清除这里面的资料 所以我们利用上个礼拜有讲过的 再重点跟各位复习下 for i 等于第二列 一直到第十列好了 OK Enter两下 打个Nest 表示说呢 我未来会在第二列跟第十列 这部分去做移动 OK 它会循序的 反正往下 那做什么事呢 记得 把后面东西赋予到前面 那什么东西 我要把什么东西丢到储存格里面呢 基本上就是把空置串 因为我要清除 所以我要丢到哪里呢 哪个储存格 Sales这个物件非常非常重要 反正以后 无论是任何的VBA程式 应该都会用到Sales 因为一定是储存格嘛 那储存格里面 那哪一列 告诉他 第i列 因为会变动 二三四一直到十 奏点 哪一栏 告诉他 在b栏 b栏你可以打一个数字2 不过我建议我习惯是打那个字串 它有两种 一个是输入2 这边可以输入2 或者是输入一个什么b 这两种都可以 不过如果说你今天假设啦 就是说呢 你没有用需要回圈的话 我通常会用那个 用字串来表示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就是负语啦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空字串 丢到这个b栏里面 OK 那所以呢 假如说里面呢 如果假设有东西 假设有哪个东西 那如果你执行这个 清除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里面东西 全部都清空了 OK 那基本上呢 当然你如果还没做按钮之前 一样可以在这边执行 执行的方法 是直接按上面这个 一个play的一个按钮 把它按下去 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里面东西给清空 OK 所以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步骤了 好 那上一会儿的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会有个问题 这个第十列的资料 假如未来会增加或减少 那如果以后 你一直固定在第十列的话 这样子好像就不太 不太合理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们自动去抓到 到底 现在最下面那一列 在哪一列 那通常这个第十 十怎么来的 现在是我们用眼睛看的 那未来其实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有点模拟什么 模拟就是说 游标也许放在A1 也许放A2都可以 希望放A2好了 习惯上如果我想知道呢 现在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如果我用游标去追踪的话 有一个Ctrl加向下 Ctrl向下呢 基本上它会停在 这一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那基本上 有点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那我们的做法是在VBA里面 会用什么呢 用追踪的 那追踪通常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话 我用另外一个物件叫Range Range指的是什么 当然顾名思义啦 是一个范围 或者是什么 一个储存也可以 如果你里面 跟他讲说 我固定是A2好了 假设我今天是从A2去侦测的话 那向下侦测它的边界 有一个属性 点下去 你会发现 Range A2指的是A2这个储存格 当然跟Sales有点像 那不过如果是固定的位置 我会用Range 电 你打个E E的话呢 它会跳出一个End就是边界 就是你最下面 意思是你会停在哪一个 哪一列的话你可以打一个End 然后记得哦 在前一刮弧 前刮弧表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你最一个范围里面呢 会有往下的边界 往上 往左往右 这个时候我希望知道最下面那一列 是哪一列的话 那你可以告诉他是XL 这L XL 去追踪后刮弧 点下去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 告诉我那一列 那一列是哪一列啊 OK 这个时候你需要用个什么 用个属性 那那个属性名称叫Raw OK 那就从那个最下面一列 把那个属性 它现在正在最下面哪一列告诉我 所以这个时候回来的 就会是X了 OK 那实际上就会是要 其实所谓的物件 其实这个Range的这个物件 这个Range 以后如果你要了解物件 不外乎最重要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属性 一个就是方法 属性跟方法 什么叫属性 其实从这边看 这个清单里面 如果前面拿着一个东西 这个叫属性 有没有 方法的话呢 就是像绿色的 绿色的 OK 那基本上 所谓的属性 就是所谓的这个物件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状态 包含什么呢 包含它的那个什么 像这个Raw就是列 它的位置在哪一列 或者是储存格的宽 储存格的高 储存格的颜色 储存格的相关的一些状态 那我们基本上 就是所谓的属性 那什么叫方法 方法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这边有个叫slash slash也很常用到 就是你游标放在那个地方 比如点击它 游标停在那边 就是一个slash的一个动作 所以方法有点像动作 那基本上 一个可能是名词 一个可能是动词 类似有这种概念 那如果你将来可以理解 我想慢慢你要习惯 就是说 在VBA里面有很多是使用物件 那这些物件其实有点像 就是一个软体的零件好了 这个零件如果你可以控制它的话 那你就可以让它去做 很多的自动化处理了 比如说你今天要丢什么资料进 丢什么样的资料进去 取得什么资料回来 那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互动 OK 所以这个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那我们利用这个方法 特别是用 以后这个会用到的几率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我可以取得什么 我现在最下面一列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活的 也就是现在就10的话 以后假设你今天会增加或减少 它也会动态的去增减 OK 所以这部分将来会用到很多 好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按确定 按确定之后 或者按Enter 那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基本上OK 1 这个是Range的储存格 它的最下面的一列告诉我 OK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执行 结果也是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别这个是会增减 好 那清除完之后呢 那再来就是怎么样 其实你可以把清除再复制一下 那我们也许 这个 在做假设刮虎里面的字串 我要输出的话 基本上 在VBA里面跟刚刚那个Find 有什么样的最大差别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叫做刮虎字串 那刮虎字串里面 就是我如果执行它给各位看 这个执行完 它最后结果类似长这样子 那它的逻辑跟刚刚那个逻辑很像 第一个 跟清楚一样 for i 等于 2到最下面一列 一个 next 那第二个 其实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在VBA里面呢 它的寻找 不是用 find 你必须用另外函数 因为VBA 我上个礼拜讲过 跟那个Excel 有部分是一样的函数名称 但是很多 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VBA里面 如果你要寻找的话 记得用什么 instr 这个instring函数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找什么东西 特别是要 它跟find函数 刚好里面的参数位置 刚好颠倒 我们find是先找刮虎 再去找里面资料 刚好颠倒 它是先给里面的资料 那A栏 给它A栏里面资料 再给它什么呢 找前刮虎 那我找到 比如说我今天找到的位置 我就先放在A A的话 指的是一个变数 这个是我自己取的名称 然后叫A 那再来的话呢 找后刮虎 一样找到之后呢 放在B 那我就知道 A跟B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呢 做逻辑判断 如果 因为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在那个find函数 它会出现那个value的错误 可是 intry函数的话 它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丢回来的会是0 找到的话是位置 找不到是0 所以我可以用 这个来做判断 如果 A 其实判断一个就可以 A里面呢 假如不等于 这个地方是不等于 不等于0的话 表示有找到 等于0的话呢 表示找不到 所以如果你等于0的话 找不到 那其实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 只要处理就是说 如果找到 就不等于0 做什么事呢 一样 其实这个部分 跟刚刚那个mid函数 还蛮像的 mid有没有 把我要找的 这个字串给它 我的位置 前刮虎的位置 加1 跟刚刚一样 后刮虎 减掉前刮虎 再减掉1 这个公式 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OK 然后呢 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b栏里面去 就end if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 它如果等于0呢 其实等于0的话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意思什么事都不会 什么事都不会做 那等于是什么 里面就空的嘛 OK 那nest就全部跑完 所以 基本上 我们 把清楚 这个清楚执行了 然后再执行这个 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完成的程式码 然后一样是放在云端上面 好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VBA里面的话 有两段程式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 第一个是清除 第二个是那个 刮虎自创 那那个 还有一个第三个 是那个输出的话 假设 你不是要最后的结果 你只要输出一个公式的话 有没有办法做到 的 相机 有没有办法做到 失败的 点击